第十题 第十到第十二题是提主 阿毛和阿哲在长压下 把冰块放在烧杯中 以酒精灯加热 每隔一分钟 计入烧杯内物质的温度 其加热时间与温度的关系 如右图所示 假设热源稳定 且过程中没有热量损失 请回答十到十二题 第十题是问我们说 阿毛认为物质吸收热量 其温度一定升高 阿哲认为物质温度升高 一定吸收热量 请问谁的推论是正确的 我们从图上看到 我们的BC阶段跟朱一阶段 他们这时候呢 有在加热有吸收热量 但是温度没有变化 所以并不是吸收热量 温度一定会升高 所以阿毛说的是错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热量 是提供给他作为状态的改变 而我们的A到B的阶段 C到朱的阶段 其一阶段以后 他的温度都有升高 而他们都在吸收热量 所以阿哲说 认为物质温度升高 一定吸收热量是对的 所以第十题我们说 请问谁的推论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B 阿哲 咳一下 谢谢大家